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各位网友 大家好 星期三对中国大陆的人来说 是一个大日子 正式宣布防疫措施的新十条 明确提出 如果你确诊后 家居隔离 无需拿一把菜刀出来 去指住那些大伯 强迫你去方仓医院 还有就是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 在这个新十条里面就已经不见了 而且确实实那些PCR的检测 那些BOOF搬走了很多 有很多地方进去都不需要有健康码 真的好像如获新天 有新生的那种感觉 所以很多人就真的慶祝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白芝革命的自然 全部都暂时不见了 看到一个现象 那些人继续进去李文亮医生 李文亮医生大家记得 就是她是母肺的吹哨者 最后她自己都感染了 就死了 她吹完哨之后 在她自己的社交媒体朋友圈里面 发布有关于新冠疫情致命的一个帖 她又被公安去约谈 要签费过书的 大家还记得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其实可能这个母肺可以禁得住 因为这样的原因 如果回顾过往三年 李文亮医生这个死 其实是一个枉死 她做了她应该做的事 不过得到的对待 她就是完全 跟以往在沙士的时候 的情况是很迟的 就是有一些医疗工作者 也是吹哨 甚至是 寄信给外国的传媒 都是得到要去 召废 去问话的待遇 几年来都 一直都受到这个监视和审查 那些网民呢 对于李文亮呢 就在她那个社会的评论区那里留言 她就说 三年了 结束了 终于结束了 她说 兄弟 都在酒里了 可能那些人就为她电走 终于结束了 李医生 谢谢你 三年了 终于结束了 新十条发布 看到了曙光 虽然下面执行 还需要时间 第一时间赶来看你医生 下面的评论 还有很多人记得 这里 还是树洞来的 深酸泪目 不会忘 不能忘 斩眼间 三年了 希望一切 都会好起来 这个疫情催修人 在2020年1月3日 这个派出所 公安说她在互联网发布 不实言论提出警示和訓戒 最后她仍然继续在前线工作 1月10日出现这个症状 2月7日在武汉医市中心医院通报 李文亮病逝 中年僅僅是34岁 2月10日 一个很出色的医生 医德好不好 医術好不好 可以训练 医德好不好 都可以培养 但是她不畏强权 觉得有些事情 看到就要说 你知道中国大陆 疫情是国家纪密 你说了出来 是犯法的 是可以坐很久去监 冒着这个风险 她都要说 其实她都不是在公布 社交媒体那里说的 其实她是说 在她自己的朋友圈那里传的 结果都是野来要 訓戒和警示 那最后 她的死呢 是为中国人民呢 是带来很大的哀痛 但是这个哀痛 是不是就等于 当政者吸取教训呢 沙士如是 武废如是 大家还记得 在三年前 中国大陆 还是要有这个在武汉 万人的饺子宴 因为要慶祝这个农历新年 亦都发了个通报 就说 不可以影响中国人的过年气氛 亦都容许武汉的人离开 非去其他地方 于是将这个病毒 传染给全世界 如果要说 我们不去说 追究这个病毒的来源 是不是来自这个武汉实验室 我们暂时放下不表 但是中国对 今次的疫情 那个处理 一开始的时候 的处理 其实是令到全世界 染到病 染到这个 成为这个全球大陆行的一个罪魁和首 这个根本就毫无意义的处理方式 就是隐瞞 调以轻心 可防可控 大家还记得 好了 三年过去了 今次 发表这个新十条 因为这个习大大说了 是不是就好像那些网民说 三年了 结束了 终于结束了 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 是不是真的 是否真的 如他们的主观良好 愿望 这么说呢 我在这里都不知说过一次 其实中国大陆是未准备好的 一来 它的疫苗究竟 抗体的有效性是多少 都是存疑的 二来 它的接种率 虽然一般的人 去到八九成 但是高危一族 只有四成 三来 就是它的医疗系统 根本完全是未准备好迎来 这个新一波的很大的疫情 即是 我也说 我在上一条片说 它 炎防死守的措施 要消灭 打败病毒的做法 是不科学的 今天突然之间放 不是一步一步放 突然间爆了一声放了 其实也是不科学的 一个不科学 再加另一个不科学 可能引起后果是很严重的 大家就说 Omegon很轻的 我经常都说 对于打了针的人 就是轻的 对于没有打针的人 尤其是你年纪大那些 是一点都不轻的 不科学加一个不科学 其实灾难就会来的 在外国有不少的报导 就说 如果到明年的时候 加上这个流感 随时有几千万人一起染病 每天的死亡人数 可能去到几十万 那么多 用一个 就是 科学的模型 去推算 本地的科学家 也都有类似的看法 那就是 金冬眼 港大微生物学系的教授 金冬眼 就是 接受这个电台访问的时候 就提到 首先是说香港的 香港的情况 就是有条件 就是 做一个大幅度的放宽 现在就缩短 那个检疫的日数 缩短到五天 它是属于微调的 不是重大的转变 他说 无需担心 会增加社会 这个传播的风险 因为一般 去到第五 第六日 就阳性 转为阴性 也都说 香港其实 那个准备是给内地好的 放宽的准备 其实 虽然是 现在是 第三日 连续 是过慢 它是属于 都是平稳的 一放宽 就会平稳 就是会平稳的 都是平稳的 一般都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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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跌下来的 他说 这个疫情 或者是 轻微影响公营的 医疗系统 不用那么紧张 他说 建议是用应对流感 和其他传染病的方法 治理新冠的患者 包括安排 这个病人 要入住 这个普通病房 不用一定要那些 叫做附压病房 这个 给私家医生去看他们 释放更多医疗资源 但他很担心的 就是大陆的情况 他说香港是可以继续放宽的 不过大陆就是 他不贊成 他不贊成 中国大陆在内地 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 一下子放宽 他说很大机会 是出现香港在三月份的时候 第五波那种海啸式的爆发 所以是需要很小心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会有海啸式的爆发呢 就是这样 他说现在这样放宽 因为准备得不好 失惊无神一下子 不是准备得十分之好 又是一个冬天的情况下放宽 好像我们二月到四月那样 海啸式的爆发 可能性是大的 他说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 搞清楚目标是什么 所有病毒的专家 都是这样说的 你的目标是什么呢 你的目标是防感染 还是防重症 防入院 防死亡呢 其实 现在整天都要到处要PCR 这样那样 是防感染 就是你要零感染 没有可能 对不对 你要防重症 防入院 防死亡 那个目的 当然是人命 很宝贵 但第二个最重要的 就是医疗系统 不要让它崩溃 所以 防重症 防入院 防死亡 就是需要打疫苗 注射疫苗 香港现在的做法 基本上都是 确保这个医疗系统 的服务 因为你崩溃 就会引起很大的后遗症 其他很多重病 不能进去医疗 防止长者感染 作为最高目标 这个 全世界 就是用科学的方法 去应对这个疫情的国家 都是这样做的 防确诊 防感染 已经是做不到的 因为传染性实在太高 吃餐饭已经能够感染到 我身边周围的人 都有 所以防感染 这件事已经是 没办法做得到 没办法做得到 只能够防重症 以及入院防死亡 轻症也不用入院 有什么方法呢 就是打疫苗 又或者自己保护自己 要有数条防线做得好 然后才达到这个目标 他说 中国大陆的情况 一下子做 海啸色爆发 他说 不能一定像香港一样 不一定像香港一样 在两个月里结束海啸色爆发 如果真的爆发的话 可能时间很多 很久 他说台湾的爆发 Omicron疫情之后一直都没回落 他说 香港其实是不同的 香港其实是可以 因为条件比较充足 我们天然的免疫 是比中国大陆做得好 因为中国大陆 可以这么说 第一次正式开放 如果真的开放的话 一定会飙升 全世界都是这样 一定会飙升 飙升到一个量 入院到一个量 死亡人数到一个量 他的医疗系统会受不了 医疗系统会受不了 医疗系统会受不了 就有机会 走回头路 又去做严厉 因为中国大陆不懂其他的措施 只懂得 好像打仗 大会战大会斯那种方式 用人多的方式 无论是收桥整路 什么都要人多 这样涌下去 解决问题 的方式去处理 于是他最懂的办法 就是封区 封城 封楼 最懂得的办法就是 所以 当中国大陆的人 去李文亮的社交媒体留言 就说 终于结束了 三年了 希望越来越好了 会不会是高兴得太早呢 李文亮全下有之 李文亮医生 都可能 作为一个医生 他知道 就是 会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过往过三年 中国大陆是用这个方法 以为自己的制度 是可以解决的 他可以的 他动员那些人 你不听的 用最粗暴的办法 是吧 所以民众唯有自慰还击 拿一个菜刀对付你 用最粗暴的办法 去回应 去处理 他们用最粗暴的办法去回应 但是三年来 为什么 无论在疫苗 无论在老人家的接种 无论在医疗的设施 的准备上面 好像都是交了白卷 那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 可能李文亮医生 作为一个医者 他会问这个问题 三年是不短的时间 为什么把钱花在PCR的测试那里 为什么把钱花在大白 请大白那里 原因就是很简单 因为那里游水多 可以上下其手 这个当然是上面的政策私言 因为他不是科学决策 最后就只有结果 现在是一个 很 风险非常高的大实验 大家 不要只说大陆这样跟我差事 不是的 一定会影响到香港 甚至有机会影响到全世界 因为虽然说decoupling 但是仍然是 对中国大陆的经济的依赖很多 其实某程度上是坏事变好事 如果你真的会再来 不知道第几波的时候 死亡很多人 一切都停摆 其他国家就会看 哦 原来以往看 你真的很不行 很多不稳定的因素 不确定的因素 越来越证实 这是真的 因此 因此 那个决心要离开 要不依赖中国 在经济上 可能决心就是 非常之大 投也不回 会走的 我相信这个情况 对于中国来说 会是一个致命的一击 看看接下来如何发展 不会那么快 看到的效果 可能是一个月到两个月之后 我希望我不会被我不幸而言中 但是这个世界 有些事情不能够心存僥倖的 不是说你不想就不想的了 我只不过是 根据这个事实 根据其他的科学的判断 我不是科学家 科学的判断 综合其他的资料 和大家说 你相信不相信 一回事 你说什么 唱衰唱好 你自己做一个判断 好 聊到这里 继续支持我patreon 支持我心直后发的channel 多谢你们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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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